电视剧《回响》中王阳饰演的穆达夫又一次当逃兵了 和被针房的开好了 人家也洗好了 好吗 穆达夫还是跑了 加上之前和女学生的那两次 他已经跑了三回了 精神已出轨 但他又克制自己 不让自己肉体出轨 你穆达夫还是果断一些比较好 总干这关键时刻 没有胆的事情 要么你就拿出自己救赎的态度 挽回自己的婚姻 做到以后不出轨 要么你就干脆妥协得了 在那里别别扭扭 想要维持自己的婚姻 维护自己的形象 太累也太愚蠢 而且感觉王阳饰演的穆达夫和宋家饰演的冉冬冬 是不是都有心理问题呀 两人都很敏感 开房的事情被冉冬冬知道后 这个家就是鸡飞狗跳的状态 没有一日安生 两人离婚也算是解脱了 之前穆达夫亲眼看着冉冬冬割腕 但事后冉冬冬的手腕处根本就没有伤口 显然穆达夫有精神问题 感觉被真说的是不是真的 四年前走进他的房间 缠绵一个小时的人就是穆达夫 只是穆达夫有心理问题 逃避自己出轨的事实 把这件事给遗忘了 而回想中宋家饰演的冉冬冬 如今也是暴露出心理问题了 他回忆自己的过往 有一个追求过他的学长 我现在都怀疑 现实中没有这个学长 而是冉冬冬自己幻想出来的 自己在上学时有一段恋情 幻想出一位追求他的学长 实际上根本没这个人 回想中冉冬冬已经找到刘青了 这让夏冰青的死更加迷雾重重了 所有和夏冰青案件有关的人 都说过谎 都存在杀人的可能 但目前来看 还是很难分清谁是凶手了 估计没准是还没上线的角色 看了演员表 那个一春阳倒是有嫌疑 这个刘青在被冉冬冬调查后 表现得极度慌张 按理说他这的没必要 为了十万块而杀人 那么他隐瞒的是什么 夏冰青之死到底和他有什么关系 而不论最后的凶手是谁 唯一可以确定的 最想让夏冰青死的人只有徐山川 其他人 不论谁是凶手 都没有直接杀了夏冰青的动机 他们都是有着复杂的利益关系 而到了最后 真正想杀死夏冰青的只有徐山川了 如今 回想中无忧饰演的夏冰青 太能折腾了 夏冰青的人生是悲惨的 但他把自己人生的一些不如意 都发泄在徐山川身上是过激的 徐山川只是锁死他人生的一把锁 夏冰青就算把徐山川砸得稀巴烂 也逃不出困住自己的牢笼 而且夏冰青真的只是希望和徐山川在一起 步入婚姻吗 实际也不是的 有徐山川的婚姻对他来说没意义 他想要的只是徐山川过上不舒坦的日子而已 把徐山川的日子毁了 是他发泄情绪的途径 回想预告里 徐山川给了夏冰青很多钱 让夏冰青移民 夏冰青则让徐山川跟自己一起走 这根本就不可能 因此夏冰青就拿出杀手锏了 说自己手里真有证据 徐山川一开始还以为是强奸那件事 但夏冰青直接爆出徐山川行贿2000万的事情 当夏冰青爆出这个料的时候 徐山川就却认起杀心了 而且是急切的 必须在近期处理掉夏冰青 以为夏冰青在情感问题上折腾 这一切还在徐山川的掌控范围之内 强奸的事情 证据早就没了 录音也无法作为铁证 就算爆出来 那终究是被归为徐山川出轨的问题上 这是道德问题 不是法律问题 而行贿的事情可就不同 且不说这件事爆出去 徐山川自己要吃牢饭 而是说 这件事极其见不得光 只要有泄密的风险 有人就不想让徐山川活了呀 徐山川即刻就做出了选择 是自己死 接着纵容夏冰青继续折腾 还是杀了夏冰青 永绝后患 他肯定选择后者 因此夏冰青掌握的把柄 不是徐山川的把柄 而是他自己的催命符 夏冰青作茧自负了 只是说夏冰青到底有没有实证 他又是如何得到的 暂不得知